免疫细胞治疗可以治愈癌症吗? 每一位癌症患者的希望 就是找到一种方式治愈自己的癌症 通常,癌症治疗会透过手术、化疗、放射线治疗 来防止癌细胞继续扩散 但癌细胞却不是这么听话的 于是,医学界发现 对抗癌细胞不是一昧的扑杀 若能够提升自体的免疫细胞战力 对于抑制癌细胞也是有用的 所以,近年来也出现了新的癌症治疗选择 免疫细胞治疗 台湾在2018年也开放了六种免疫细胞治疗 国内许多家医院都展开了治疗计划 却也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到底这群免疫细胞的差别是什么? 又能应用在什么样的癌症上?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HIGH HOH TOPIKS 我是主持人林以轩 相信非常多人都知道 2018年9月的时候 台湾的特管办法已经通过了细胞治疗 但是细胞治疗究竟可以治疗什么? 那细胞治疗又应该储存哪些细胞? 其实很多人是一头雾水的 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张英文张博士 来跟我们做这方面的解说 张博好! 以轩好!大家好! 张博士这样子的 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有细胞治疗这个治疗的方式 但是细胞治疗是什么? 它可以治疗什么? 因为我们有时候听到它好像可以治膝盖 有时候说好像癌症治疗它也可以用 大部分人是搞不清楚 然后我就有朋友在询问说 他可能爸爸生病了 现在他想要癌症的治疗 那他是到底要存哪种细胞? 其实也常常不知道问谁 所以今天就特别希望 张博士以细胞专家的身份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首先呢细胞它可以分成哪这种种类可以储存呢 其实目前就是特管办法它开放的细胞种类 主要就是两大种 一个就是干细胞 一个就是免疫细胞 那干细胞我们知道在特管的项目当中呢 大家可能最想要了解一个叫做 干细胞去治疗退化性关节炎 就是脂肪干细胞治疗退化性关节炎 因为这个市场很大 然后而且很多人都有这个需求 那第二个部分当然是免疫细胞治疗癌症的这一块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癌症它其实是 国人十大指引之一嘛 应该是说第一名啦 对那目前现有的疗法呢 其实让很多就是 癌症患者呢可能得不到他们想要的这样子的医疗照 或者是会有一些不预期的变化 所以细胞疗法就变得很受大家的关注这样子 对所以免疫细胞呢 它主要呢就是可以协助癌症患者呢 在某些部分呢 可以让他的癌症的照护呢 得到一些比较好的帮助这样子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张柏刚刚说的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储存细胞有分成两类 第一类呢就是干细胞 干细胞的话就是应该可以总结为再生功能 没错 就是比如说我们膝盖啊 或是哪边有一些退化问题 那干细胞可以让它再长出来的概念 但如果说呢是要杀掉坏的细胞 杀掉癌细胞的话 那我们就是要针对免疫细胞做储存了 不过张柏免疫细胞好像也蛮复杂的耶 因为我们就上网看 有些医院他就会说 我们现在通过什么什么项目 然后可以治疗什么什么癌症 然后全部都是一些英文缩写 一般人真的很难消化这么大的资讯 尤其是现在我们在公开资料上是在很少 有人跟我讲解释说 比如说有八种项目 然后分别是治疗什么的 那张柏可不会今天就由你来负责 帮我们很有系统的讲清楚 到底有哪些免疫细胞呢 其实目前啊就是在特管办法开放的 这个免疫细胞项目主要是有六大种类 但它目前的治疗的适应症的癌别 大概目前我们可能常见的 肝癌肺癌乳癌等的实体癌 它大概都有相关的临床研究报告 是可以使用的这样子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样子 所以我今天可以就这个六大的免疫细胞 来为大家做一个比较白话的说明 让大家了解就是未来可能需要用到 或家人需要的时候可以怎么样的考量 这样子 那来吧第一种 第一种我们要先知道 其实免疫系统真的很复杂 那其实我们可以分为 先天免疫系统跟后天免疫系统 那免疫系统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军队啦 那我们知道军队有分 入海空特种散兵等等挖轮部队 所以当然免疫细胞它有没有分 当然有分啊 所以这六大免疫细胞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 好那我们先讲 那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是什么 大家应该听过叫NK细胞 就是在细胞储存上常听到 对问到底是什么 它的中文叫做自然杀手型细胞 那它是身体的第一道防线 它其实有一点点像 如果我们比较拟人话来说 它其实有点像是我们过海关 这个NK细胞它具有一个 简单的辨识能力 比如说有这个坏人啊 或什么要经过的时候 它会先盘查 你护照拿出来 护照跟这个人对不对 如果不对的时候 NK细胞就会说 哦这个有问题 那这时候呢 它就会呢 攻击它会呼群唤油 就是它会 叫一群人来 叫一群人 因为NK有个特色第一 它有简单的辨识能力 检查护照的能力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需要群体攻击 所以NK细胞当它数量够的时候 它可以很有效的 在第一个时间点 去把这些 侵入到我们这个家园 我们身体的这些 坏人细菌病毒给清掉 对 那这是它的特性 不过当然它有一些 它的弱点就是说 它只有简单的辨识能力 如果你今天护照不给它看 它就不会知道你是好人坏人了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如果它数量不够多 那或许你在第一个时间 你就没有这个 太大的清除能力了 武力不够高强 对对对 所以它是第一关这样子 第一关就是我们只能做 初步的检查 初步的检查 然后要群体性的攻击 它的效果可它会发挥这样 那显然是对于矮症这种 大魔王可能是不太够的 那有没有进一步的一些可以抵抗它的 那当然在后天免疫系统 当然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个T细胞 那那也是特管办法有开放的一个项目 叫做CIK这一个种类 CIK它的全名叫做那个细胞 细胞毒杀型T细胞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 具有比较强的侦查能力的军队 那怎么说呢 第一个是CIK呢 它可以去辨识有一些被伪装的种类 有点像是说海关的时候它只检查护照 对不对 没有护照它就不能检查了 那这个CIK呢 它是可以 除了护照它会到你家去调查 是问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住在这 那兄弟姐妹对不对 那借由这种户口普查 去了解说 哦 它有没有伪装 它护照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假的 这样 那另外呢 它可以自动发动攻击 让这些进入到这个体内的 不管是变坏的癌细胞等等 它可以做一个清楚的动作 因为刚刚我们第一个讲的NK 它应该就是海关就坐在那边人家来 它才检查 对 那不过我们现在讲的第二种CIK 它是可以主动去找细胞 对可以主动做一些侦查 所以也有人说它是具有导弹 导弹就是可以侦测 对 黏住它 锁定它 然后去做一些攻击的能力的一个军队 这样子 那这样听起来我们主动跟被动的都有啦 那这两种细胞就够了吗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 癌细胞如果这么好应付 它就不会是现在癌症的第一大死因了 对我们现在国人第一大死因 那就是因为其实很多的癌细胞 它除了会伪装会躲藏 就是躲到深山里 或者躲到偏远的地方 让人家找不到 然后或者甚至进入休眠期 然后到这个适当的时候又长出来这样子 所以这时候我们体内一定要有个很好的记忆专家 很好的司令官 很好的掌控官 它就是像第三类道 DC细胞 对它的中文叫做素图细胞 那它到底有什么特性呢 它的重点就是呢 它很会认能 而且它怎么认能呢 比如说它认出一个不对劲的人的时候呢 它看着你 它会把你吃掉 然后吃掉以后它会做什么事情呢 它有点像是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海贼王这部电影 或漫画这样 它是有点像恶魔果实 它把你吞掉之后呢 它会比如说我把肺癌细胞吞掉 它会在它的表面长出肺癌细胞的样子 然后告诉身体的所有军队说 你只要看到这个人 它是肺癌细胞 你要把它清掉 告诉CIK 可以告诉NK细胞 所以呢 它除了具有这个吞噬能力以外 它还会糟糕天下说 这是坏人哦 所以你们只要看到它 就要把它清掉这样 所以有点类似像 总司令部 它就是现在是发出了那个通气令 就是看到这个 麻烦就是大家格杀勿论这样子的意思 没错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三支军队 NK CIK 跟DC 具有一些特性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缺点 所以就有第四种细胞开放 叫做DCCIK 就是把刚才第二种 就是还有第三种加一起 没错 具有这个导弹能力的士兵 然后在合并这个指挥官 所以呢 它可以更精准的 去针对要攻击谁 然后去加强它的攻击力这样子 哇 其实这样子可以把我们的 可以针对的癌症覆盖的 比较全面一点 不过我们现在刚才讲总共有四种 我们有六种通过了嘛 没错 那还有哪些 哇 接下来两种就比较复杂 以上 上面四种大概是体内含量 比较多一点的免疫细胞 接下来还有两种是比较少的 一种是这个TIL 它其实叫做肿瘤静润型淋巴细胞 淋巴球细胞 听了就好复杂 对 它也是属于我们后天免疫系统 其中的一环 但目前它的数量 第一个是数量比较少 所以它需要比较长的培养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 它目前适应的癌比 它针对就是黑色素的皮肤癌 它是比较有效的 所以它应用端大概是在这一块 目前一致 对 比较局限一点点 对 再来就是第六种 第六种这个也是很复杂 这个叫做Gamma Delta T细胞 听起来就很复杂 那它到底有什么特色呢 Gamma Delta T它听起来是有点复杂 可是事实上它非常厉害 它其实是我们体内军队当中的特种部队 对 它除了具有侦察能力 搜查能力 它还有具有非常强的 比如说它单人可作战 就可以攻击特定的肿瘤 那它辩论能力非常好 比如说前面的我们可能都具有部分 可能是海关啊 可能是再有多一点点识别的能力 然后有一些需要靠指挥官 但我们的Gamma Delta T它不需要 它需要它可以变了很多的标志 所以它具有很强的侦察跟杀伤力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数量很少 所以有时候如果是已经是 厉害的患者或什么 它里面的数量不一定培养的起来 或者是它的数量培养起来 但是数量不够多的时候 也不会具有太好的杀伤力这样 好 了解了 那张博我这样听起来 其实细胞真的很厉害 我们身体有这么多的免疫细胞 它其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都可以对抗癌细胞 那这样子我们现在已经通过特管办法 有哪一些癌症可以使用呢 其实如果以我们开放的这些项目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细胞疗法在台湾 它还是属于就是比较新兴的一环的治疗啦 那目前都是根据国际上的临床研究 那临床研究发行就是针对实体癌 或者一些血液的癌症 它目前其实都是适应症的 对并没有特别限制说哪一种是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大部分的IB也不管是肝癌肺癌乳癌 甚至有一些膀胱癌等等 它都是适应症 但是重点到底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说在使用这些免疫细胞当中呢 第一个它很重要的是第一个活性 再来就是数量够不够 因为足以去清除这些免疫细胞 我们以那个CIK细胞来为例的好了 在研究上有指出就是说如果你要达到一个成功的杀 杀敌的效果 杀癌细胞的效果 癌细胞跟CIK细胞的比例至少要1比20 它才可以达到73%的杀伤力 就是要有20倍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癌细胞 我有20个CIK才可以 你猜猜看 其实我们在这个医院当中如果被侦测到 我今天是一个癌症患的我得癌症了 通常比如说你测到一公分的肿瘤细胞 那你一公分的肿瘤细胞里面有多少的数量 一万个 如果是一公分的这个肿瘤块 它基本上是一亿个癌细胞 非常多耶 对 所以这时候你要清除这一亿个癌细胞 你当然至少要用20以上的免疫细胞去做一个攻击 对不对 所以其实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特管 或者是很多的卫福部长官 或者是业者都会讲说 免疫细胞疗法或是细胞疗法 它并不是万能胆 它基本上是一个支持性疗法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医生建议就是说 比如说今天侦测到我是个癌症患者 我可以做开刀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先用开刀去清除大部分的肿瘤 那我们都知道开刀很简单 但我们怕的是后来它可能会转移嘛 会有复发 那这些的数量会比较少 对不对 这时候如果我可以辅助用这个强大的军队 去做搜查去做攻击把这些数量少的这些癌细胞给清除掉的话 等于是一起正规合并免疫细胞的时候 它的效果是会比较好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 我们虽然说细胞疗法听起来非常强大 但是不是只说我们就靠细胞疗法就好 我们应该要搭配平常一些常见的比如说手术的部分 手术啊或是化放疗啊 对在医生觉得评估下适合使用的时候呢 其实一定要搭配性的使用 而不是因为就是觉得免疫细胞真的万能 然后我就只打免疫细胞 这可能会有蛮大的风险这样 张伯我们还蛮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说化疗放疗之后 因为就我们现在认识好像是把身体的 全部可以抵抗的东西全部先打掉了 那时候我化疗放疗没效之后 我再来说我要存细胞是不是有点晚 对这确实是目前知道特管 想要做特管之后的一些癌症患者 一些小小的隐忧 那确实这件事情确实是蛮大的考量 就是说化放疗之后大部分的血液啊 的状态可能不适合培养出很好的免疫细胞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 第一个是如果说你已经经过化放疗 现在在目前大部分的生技公司的认为下 都是在化放疗要停止一段时间至少三个月以上 让这些化放疗的药物啊代谢掉之后 再去做免疫细胞的治疗 那它可能才会发挥比较好的效果 那第二点是如果可以更好的是 如果你曾经有你是癌症家族史 比如说你的长辈们有得过癌症或什么 你在健康的时候精进能力许可下 可以做储存的话 那可以帮你自己买份保险 我会觉得它是更安心的这样 张伯刚刚已经提到了储存的部分 就来询问一下 因为刚刚也列的这种六种 而且张伯可以应该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的 所以令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更复杂的 对那这样子的话 我是跟医生勾说来 我现在要存NK存DC吗 还是它是一个怎样的储存方式呢 其实目前当然就是根据各家的know how 各家的这个他们的生物技术 他们会建议你储存某一种类的细胞 对那确实就是你很难预测你未来 会需要用到什么细胞 然后再加上现在的台湾的临床的结果也不多 所以可以的话当然是尽量促成多元化一点的细胞 然后可能会买到比较好的保险这样子 那储存的方式是只要抽血就好了吗 对目前其实有很多人想说 啊那要存棉细胞 那是不是要打那个什么什么什么CSF 还是什么什么 大家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听说很痛苦啊 对啊要从骨髓把这些东西刺激出来 对事实上是不用的啦 目前其实我们的培养跟这个储存技术 你只要抽你的血 有点像是你在那个捐血一袋 比如说200多cc 270cc 那你就可以储存足够 你未来需要使用的这个免疫细胞的量 就够了那不需要经过任何这种刺激 对就可以储存了 那今天呢张博也跟我们分享了癌症的治疗 如果要使用细胞治疗的话有哪些方式 简单来说我们有六种的免疫细胞 那它们分别的功能可能不太一样 那可以治疗的癌症可能也稍微有些出入 不过呢因为现在特管办法已经开放了 那未来随着我们的科技进步 可能会有更多的可以应用的癌症 那张博也提醒了 因为免疫细胞如果在你身体不好的情况下 它的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有机会的话 说不定我们可以考虑在自己年轻 然后身体状况最好的情况 再来做一个储存的动作 为未来的身体健康买一份保险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张博的小教室 那今天呢我们在前面讲了很多 抗疫免疫细胞的东西啊 那其实大家就在想说 可是我每天都是属于高压族群很疲劳 然后做习也不正常 那我怎么知道我现在的免疫细胞 到底好不好啊适不适合储存 那其实呢现在在清准医学的 那个知识很发达啊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应该在做这个储存前 可以做一个免疫力检测呢 那确实现在蛮多的厂商 他有推出这个免疫细胞的检测 然后也可以评估一下你的抗癌能力如何 所以会建议说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免疫力好不好 是不适合储存 你可以先去做一个免疫细胞的检测 评估一下抗癌力 然后呢再去储存你的细胞 那可能你会觉得比较的安心 那第二个呢是说 免疫细胞只能用来抗癌吗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免疫细胞 是我们身体里的一个一组很厉害的军队 那其实不管是癌细胞细菌或者是病毒 那在入侵我们体内的时候 都需要靠免疫细胞来做一个清除打仗的动作 所以免疫细胞呢除了用来这个抗癌 另外呢它对于像比如说像 这阵子爆发的这个COVID-19 这种未知的病毒性的感染 它其实呢也可以发挥很好的功效 那另外呢免疫细胞呢 它对我们身体一些比如说是老化啊 或是一些准备坏死的细胞 它有很好的清除能力 所以有研究指出就是说 呃免疫细胞呢它用来做这个抗衰的一些保养 甚至是慢性病的预防 它具有呢一定潜在的应用的效果 所以呢免疫细胞不只用来抗癌 它在未来呢它应用潜力说不定呢 可以比你想象的多更多 好啦那今天张博小教师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